那我們講說實在 內地的歌迷熱情 瘋狂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做宣傳的時候 我的助理把車窗搖下來 想要說一點話 可是因為太多人了 然後他就趕快把車開走 然後就看到一堆歌迷跟著這樣 潮水一樣湧過來 然後車子就開 然後我的助理也很緊張 就把電動窗關起來 就看到一個歌迷死都貼在那個車旁邊 一直在... 我說 竟然跑這麼快 但是你又看到快車到了耶 我想說這個人實在是 氣而不死 太感動了 後來發現那個車窗 把他的衣服夾住了 那我很不好意思 趕快停下來 趕快牽你 對 我當兵以前出片了 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是拍了一檔戲之後 就去當兵 當兵... 那時候當兵對我們來講是個... 苦差事 很討厭的事情 不是 就是我覺得... 合理的訓練都沒有關係 但是心理壓力太大 因為尤其你當過藝人 然後大家都盯著你看 那感覺仿佛把你撥光光 然後長官就在那邊看你了 對... 不要以為你是大明星就了不起 然後我就夾著這樣子 然後不敢亂動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會被先叫出去 所謂殺雞進口 我那個時候只不過在自我介紹上面 寫一個內向 就被罵得跟豬頭一樣 真的嗎 你內向... 塗掉 開玩笑 而且那時候我們表演的節目呢 比如說一個晚會90分鐘 我大概就表演了差不多70分鐘 因為我要先出來主席嘛 穿那個... 各位親愛的長官 弟兄們大家好 我們介紹一下歌曲 然後女生就出來唱歌 我剛剛換衣服 我就出來跳舞這樣有沒有 扮舞 然後扮完舞之後呢 還有長相聲的我就換長袍 想完了之後 我們部隊裡面有那個雜耍的那個 弟兄然後就出來 我就拿道具有沒有這樣 然後他是差一點射飛鏢 我就去蒙臉了對不對 你幫兵真的太慘了 我覺得雖然說很辛苦 可是真的學到滿多東西 是會學到的 可是問題是喔 對你們來講是學到的 對我們來講是從來 對 因為那些事情我們在學校都做過 學校都做過 其實那就是變成說練習吧 對 練習練習 在希臘的牙連 這是發現者吧 對 我去找發現者 拍一些考古的節目 這是九孔啊 對 阿輝 阿輝怎麼那時候長那樣 現在也差不多 幾年了 這個在埃及應該是95年的時候 95年了 11年前了 對 那時候我很喜歡看他們這個節目 他們三個人 哇 金字塔耶 整個裡面來講 九孔好像有點不搭喔 在裡面 你們穿一個綠色 你們穿一個紅色的 九孔好像那種四十多歲 比較大很多的 對 好像當地的地培喔 二十幾年了 這個節目還記得 一路奮風 對 我們那時候還去帛琉嘛 去了潛水啊 九天嘛 對... 高明俊那個時候都還在 你看 還有壽好青 壽好青啊 還有瓜哥 張照片裡面還有小禎耶 瓜哥的女兒 真的耶 還沒長大 真的耶 還沒長大 而且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一直印象中 小禎他還滿喜歡我 因為我會逗他這樣子 然後瓜哥就說 我女兒四大天王都不喜歡 怎麼會喜歡你這傢伙耶 我說還好我... 恭喜你還好逃走 真的 這個時候是在拍奧氣神音 對 奧空神音 奧空神音 像蒼蠅頭 你會解釋一下蒼蠅頭的有沒有 就是飛機在飛 其實它有軌跡的 它轉換的時候 它不會像車子這樣轉有沒有 它是側側然後就這樣攀走 然後我們的動畫是 像蛇一樣 然後還有像... 這是... 那個時候的動畫 沒那麼進步 是... 這是跟李哥拍哪一部 對... 那個是神雕俠侶 神雕俠侶 你沒有參加 沒有 這部我沒有... 這部我沒有... 這一張不像你耶 這一張是後來稱為 神雕大俠的時候 不太像喔 大俠啊 火死人 你看有點像李李仁這樣 是喔 有點像這一張特別像 最近台灣有一個藝人 經常去侮蔑你的形象 經常去模仿你 那人叫九孔 為什麼你會跟九孔這麼好 是因為那個節目嗎 可能是我們一入行的時候 我那時候雖然是以歌手入行 可是因為不紅嘛 沒有機會讓我們唱歌 那時候剛好那個連環砲裡面 有一些短劇單元 我們就去玩 然後那個偉忠哥就說 你還蠻會玩的喔 然後就叫我去固定演出 然後那時候就是小郭啊 小偉啊 順子啊 九孔他們 然後大家就比較常在一起排戲 那個時候還住在一起 比較有革命情感 王偉忠有罵過你嗎 偉忠哥沒有罵過 你是女的 他只有不罵女的 是嗎 對 所有男人都被他罵過 我是歌手身分 所以偉忠哥比較不會罵 可是他罵的時候 他罵的時候很狠的 很狠 罵到那個郭哥 做不了 他說不要再罵我啦 我想郭哥可能要發臉囉 我是好人 不要再罵我啦 那個是你也在喔 我也在 我會講到 超沒看到 很鬧腫的 假裝在看劇本這樣 我其實剛剛心態軟 那時候這麼紅的時候 還真的是有點條白耶 怎麼樣條白 你自己 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會覺得 那個時候是很條白 我那個時候有一陣子真的迷思了 我就... 天下是... 然後因為可能突然間代演啊 演唱會邀約很多 然後我的... 變成說可能 我的酬勞也跳很多集這樣 然後突然間就覺得自己是 滿了不起的喔 而且每次出去唱的時候 應該觀眾的回想都是很熱烈的 對不對 那個時候平常聽起來 沒有人要唱我前面 沒有人要唱我後面 對 對... 都會被虛了 壓力...就是壓力 然後我自己真的是覺得... 飄飄然 對 可是後來很快就會醒過來嚇一跳 因為覺得自己心太變了 後來是崇哥點醒我 因為崇哥覺得我錄音的時候 有點心不在焉 他覺得說你心不在那裡 你唱得一樣好 可是你沒有擺感情進去 那是聽得出來的 趕快醒過來 還好是崇哥有點你啦 對 因為其實平常聽起來 會越來越少人敢跟你說 哪裡不對 哪裡不對 因為你接觸了 譬如說兩岸三地的歌迷 那我們講說實在 內地的歌迷 熱情 熱情 可能是因為台灣啊 香港常常辦那個見面會 簽名會 看習慣 所以他們有機會看到 內地因為服務員遼闊 有很多地方 你一輩子都去不了幾次 所以他們很渴望看到你 你遇過那個對你最激動的歌迷 是什麼 最激動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做宣傳的時候 然後我車子一倒 然後就一群人就像那個 你把那個麵包丟到那個 古墓紀念館那個 魚池裡 魚池裡那個魚池 然後那個司機很害怕 就怕失控了 然後因為我剛好 我的助理把車窗搖下來 想要說一點話 跟那個 那個 一些招待人員 可是因為太多人了 然後他就 他就趕快把車開走 然後就看到一堆歌迷跟著這樣 哇 潮水一樣湧過來 然後車子就開 然後那個 我的助理也很緊張 就把電動窗關起來 就看到一個歌迷死都貼在那個車旁邊 一直在那 我說 這個人跑這麼快啊 車子已經開到快車道了耶 我想說 這個人實在是 氣而不捨太感動了 後來發現那個車窗 把他的衣服夾住了 我覺得他在理 Price 不好意思 趕快停下來 我要牽妳 他這輩子沒 他這輩子沒跑那麼快過 生氣 我不是李哥 他一步夾到 你 那你過的嘛 對 他這里更好笑 這要跑快喔 然後我記得我 我要 因為那個都有那個寶哀有沒有 排好那個 我們車子一到 體育館 體育場在這裡外牆 然後我們要可能走十公尺 然後走進去 然後那個一到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人也是這樣 噼哩啪他湧過來 然後我走進去的時候 頭髮還被扯一直被刮 我一套純白的西裝 我覺得很帥的白馬王子 我走到裡面已經變斑馬了 然後出來更慘 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出來我一定要快速進去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寶安 開了一條路 我的車就停在那裡 一排車這樣 然後一開門 我這樣一出去 一出去他快 人家寫起來了 人就開始擠人 然後就看到那個人籠有沒有 寶安被紙承搖擺的時候 我寶貝都這樣子 我快快快 然後退... 換來換去... 換到那邊 那個客人一開始追進去 快 走走走拍車 我一回頭 你們是誰 我的司機 都不是 因為人籠擺一擺有沒有 車本來在這裡 擺一擺... 擺到後面的車去了 後面是主辦單位的親友團 那想到了吧 他們說快快 開哪裡 我說我也不知道啊 我說你前面找到沒有人的地方停一下 我打電話 然後後面所有的寶貝 什麼都在這樣 你們去哪裡啊 我怎麼知道 你把我推進來了